那咱们这个啊 第一个知识点 异常的处理是不是就搞定了 接下来我们还说过啊 在项目的开发过程当中呢 经常会遇到什么 图片上传 是吧 这个图片上传在主要微信里面怎么搞的 我们先不考虑怎么在主要微信里面上传 你如果说咱们要图片能通过浏览器访问的话 咱们是要配这个什么东西来的 还记得吗 是不是在图片里面配一个虚拟目录啊 我找个目录啊 找一个我看是我这个地盘有没有图片了 啊 这里有个有这么多图片是吧 可以 我假如说现在我要配这个这个目录可以通过浏览器来访问这个图片的 怎么配 还记得吧 不记得我们回顾一下 那么首先双击什么的tomcat 双击完之后呢 点model 点model这里 然后你可以新建一个 外部的web模型 是吧 然后这里选一个目录 这个目录是咱们本地持盘的 那咱们刚刚说了是这个目录里面 对吧 然后这里访问的是 你要啊 这个touch呢 就是咱们访问的目录 比如说是图片 是吧 ok 保存 那咱们这一个配置相当于什么呢 相当于咱们直接在这个 tomcat的配置文件当中加上 一个contest 看到没有 那么刚刚咱们这个操作都是相当加上了这一行在哪 你如果会这么配 什么直接写也可以啊 不影响啊 那咱们这里笔记啊 也有列出来 你对着这个图来操作就好了 忘了哈 好 咱们这个配完之后呢 我们启动来看一下 怎么去访问什么的图片 我们说过要访问图片的话 本地的目录映射到什么 -pic的目录上 现在的话 我想通过浏览器访问这张图片怎么办 好 那我们来看一下 这里的话 应该是第一级目录是-pic 具体的图片名字 访问 出来了吗 好 这个就是什么那个虚拟目录的访问 是吧 这个有疑问没有 好 接下来的话 咱们这边虚拟目录有了 这可以去考虑怎么去上传图片的问题了 来 我们先捋一捋思路 怎么来 要上传图片的话 眼见的同学看到了 有诈包 是吧 来 诈包拉进来 诈包的话 在咱们课前资料当中 诈包 这里是个文件上传 把这两个copy一下 到咱们的项目工程当中就搞定了 第一步copy咱们的诈包 有了第一步说 接下来不干什么 那么你如果说要在随便NVC当中使用咱们的文件上传了 首要前提 必须配置一个多媒体处理器 知道吧 这是毫无疑问的 并且呢 这个多媒体处理器的ID 不能随便写 必须是这个Multipart Resort 知道吧 你写其他名字会报错 那咱们这边的话 咱们可以先看一下这个类 这个类叫做CummonMultipart Resort 这里直接考过来 好吧 这个没必要拒绝了吧 就这样配置的 在这个配置文件当中 是不是 太毒了 弯掉一些吧 在什么 随便的配置文件当中 生命一个多媒体处理器 那么这个 你能看懂它什么意思吗 Math upload side 最大文件上传数量 最大的文件 是吧 这里是多多大 8兆是吧 没错 他以字节计算了 那我们来算一下 这边的话 如果是8兆的情况下 首先以字节转KB 乘以1024 这是KB的吧 是吧 你KB 如果说要到MB的话 是吧 再乘个1024 知道这个字怎么算出来了吧 这是咱们的算出来什么的 这是最大上传 8兆 是吧 为什么要做这个限制啊 你想 咱们作为一个图片服务器 是吧 要是有哪个用户无量了 上个几句的 这个视频上来给你 是不是郁闷的要是 所以咱们要限制小小的限制一下 什么视频都可以啊 是吧 那么你上传你的本地吃饭是不是不够了 稍微来十几个用户就把你填满了 是不是 不合适吧 所以咱们要做一个大小的限制 这是所有的文件必须不在 不能超过这个范围 咱们这边这边的话 你看 它用到的是一个什么 common multiply 说了 这个类也是固定的写法 配完这个之后 接下来咱们可以考虑上传文件的操作了 怎么办 那你要上传文件呢 我们可以去研究一下 我们发现在修改商品的时候 是不是有图片可以修改才对啊 你看他这里都把它隐藏掉了 看到没有 咱们可以先把这个一面改造一下 第一步 咱们先可以想办法修改商品 是吧 商品的图片 启动一下 咱们修改商品的时候 你看 他先拿到咱们数据库读出的PIC 要有的话 他就把它输出到本地了 是不是 没有事就不输出了 但是可以可以选择一个文件 是不是这样 这是咱们修改日期的 好 我们接下来 咱们反观 还是通过咱们的item 历史开始 是吧 然后修改一个图片 是不是这里选择文件上传就好 好 这个一面咱们改造完 接下来 无非就是编码的问题 怎么来编码的问题 是 这里提交到哪里 更新商品的 处理器吧 这个处理器 咱们可以先找到一下 在咱们的 Ctrl 里面有个处理器 更新商品是哪个方法 过了 update item 是它吧 咱们这边要更新商品的时候怎么办 咱们可以先慢慢的开始编码了 怎么来的 你如果要接收图片的话 你在这里必须要有一个接收文件 跟咱们表单提交过来一样的东西来接收 咱们这里是有个picture 是吧 picture怎么接收 这里应该用到一个媒体的类型了吧 在咱们以前的 stress tool里面 你是怎么接收的 还记得吗 是不是有一个file的什么东西 是吧 那咱们这边的话 用的 基本类似 但是呢 名称我们稍微的改一改 改成什么 multipart file 那这也是入餐的声明方式 是不是 那这一个类型呢 咱们在这里声明一下 那比如说 页面叫什么 最后一定要跟他一致啊 不然他是接收不了了吧 啊 这里pict file的倒下包 搞定了 完事了吗 那么这里是可以接收到图片是吧 那注意了 你如果要提交图片的有一部千万千万不要忘记 咱们的表单提交的类型要改一下 这里是不是可以提交文件的 所以我们把这个配置进来 那页面改造完了 咱们可以接收到图片了 接下来无非就是编码的问题 是吧 那么编码的逻辑啊 我们先梳理一下 咱们用户上传过来的图片 他应该是可以直接保存到人们那个服务器本地的吧 好 咱们目的的是干这么一件事情啊 那我们看他应该怎么去保存 看这个对象里面有什么方法 这个tuncess to呢 就是写入本地持盘的意思 懂吗 好 这个简单吧 但是呢 里面用到一个什么 用到一个fail了 这fail了怎么不陌生吧 这怎么的文件流是吧 啊 这里是写入 本 本地持盘 我们放在这里用到一个fail 这个fail了 咱们是不是给new一个 那这个简单 等于new一个 fail 哪个包里面的 这有两个哦 还有包插的对吧 要给他一个路径是不是就搞定了 那路径的话怎么吧 怎么来 那么这时候就有 就有讲究了 那咱们要保存一个文件 是吧 用户上传过来的图片名字 咱们可以直接用吗 应该不能用吧 那咱们啊 两个人上传了同一个文件都叫 AAA.JPG 是吧 那这般如果聪明了 是不是就被覆盖掉了 但是内容不一样 是吧 这个时候咱们怎么办 可以给他一个新的名字吧 新的名字怎么起 UID 没错 这个以前用过 是吧 通过什么 乱等 然后图属镜是不是就可以了 这是新的图片名字 这也是 6 内 是吧 图片 新名字 有个名字还不行啊 咱们 用户上传的图片可能是各种各样 千奇百万 JPG GIF 什么都有是吧 咱们这个文件的后注应该要拿到一下吧 来 我们看一下这里面有什么方法可以获取啊 点get get什么 这个是名字 这个应该是传名字吧 来 我们看一下 这个传名字呢是 图片原来的名字是吧 叫old name 图片 原来的名字 那咱们拿到他原来的名字应该是有后缀的是吧 有后缀的话怎么办 截取的起来就简单是吧 点 杀实际 谁开始 last index of 那最后一个点是不是咱们叫后缀了啊 需要加1或减1吗 不需要 因为咱们个点也是需要的 对吧 要得到一个新的名字 这个后缀是吧 F 有S是不是就可以了 一个是 S啊 这是前缀是吧 这是后缀 后缀有了 那名字跟后缀是不是就是咱们的谁 新的文件名字了 是吧 但是呢 咱们要保存在哪个地方呢 是吧 我们刚刚说了这个目录是不是可以访问的 那可以写到这个目录吗 那比如说咱们现在写到这里 是吧 也要有个 转义之符 那加上咱们的 新名字 新名字是new name 是吧 加上咱们的后缀 是不是可以了 要加什么点 在这里不是有个点吗 咱们截取的时候已经有个点了 所以咱们这里不简易的原因知道吧 或者不诈意的原因就是在这里 咱们重点开始写到最后 有了新的文件是不是可以写到磁盘了 有个异常往上抛一下 那咱们直接抛出一个一下省就好了 不用这么多个是吧 好 搞定 那这里 新建 本地文件流是吧 然后他把它输出到本地磁盘在个目录里面 是这样吧 输出之后呢还要干活吗 别忘了 咱们现在是更新商品图片的操作 你这个图片更新了没有 那是不是 set a PIC 一下 那 PIC 是不是他的名字跟他就可以了 名字跟后缀 为什么这样写 因为咱们页面 因为咱们页面你看到没有 它是怎么获取的 -PIC是哪里 -PIC是咱们这个目录是吧 这个目录是咱们直接写上图片的名字就足够了 那咱们这里保存的是图片的名字跟后缀啊 理解吧 保存图片 到数据数据库 写完了吗 可以测一下 那咱们这边如果想看到马上看到效果 咱们直接返回当前页面是不是比较好的 就可以看到图片效果了是吧 启动 好 我们修改商品首先先刷新这个页面 没有图片 没有 我们来选一张 哎呦 我们说的本地低盘来的是吧 随便选一张吧 你们说好看的这一张 不好看 还随便一张吧 都一样 随便吧 能看到效果就行了 提交 什么情况 这个是什么一场 那在这里面出现了个异常 什么异常 他不是一个请求 漏了哪一步没有 页面咱们刚刚设置了吧 刚刚有没有刷新 那咱们看一下效果 这里选中这个表单的话 有没有 有 是吧 要POSE的请求吗 一定要POSE的请求吗 那我们改 我改过来给你看一下 页面刷新了 不需要重启吧 接着来 出来了是吧 那我们看一下这些是POSE的 是吧 好 是POSE的了 那我们 启动一下 选一个文件 诶 出来了是吧 出来了是吧 原因知道了吧 是不是很神奇啊 所以说呢 咱们在上传图片的时候 别忘了干什么 第一 先告诉他上传文件的类型 第二 这个方法变回POSE 是吧 GET的话 他没有办法提交文件 咱们GET是怎么提交参数的 直接在UIL里面拼装的时候 只能传递什么 制服刷 那么文件是不是没办法传了 明白了吧 啊 这是什么的 故意挖个坑给你看一下 能理解吧 千万不要犯这么简单的一个错误啊 就是这个POSE 跟这个文件类型 那么这个 需要咱们再回顾一下吗 是不是